影视剧里的亲密戏太讨厌CP感了 有的性缩力毫无看点 有的CP感张力拉满 柳州记热度起不来 和张婉翼王处然没有CP感肯定有关系啊 一道亲密戏看得人心如直属 爱想敲目鱼 男主情绪激动时 女主表达爱意突然偷亲她脸颊 哎呦 导演啦 其实你可以不用给王处然多嘴的特写 再看张婉翼被欺负后的木嫩的眼神 真的让人一头雾水呀 瞬间让人想起了陈冠林 被喜欢的人偷亲后的反应 眉头舒展眼神正然 然后满心欢喜再害羞一笑 这行云流水的一套微表情下来 让人立马就磕到了 张婉翼真的别在锅里打转了 太正经了 这眼神完全不会拉丝 距离相互试探的共浴系 张婉翼把王处然揽进玉桶 这个眼神啊 完全看不到一丁点的爱意啊 一脸冷漠地盯着对方 看着她要怎么表演 远景一拉 更拉了 好像洗澡的孩子 在等着妈妈搓澡一样 你怎么总体养山啊 怎么珍州也不差呀 张婉翼勾搂着肩 脖子往前伸的一探 加上毫无冲击力的身材 姓张你是一点也看不见的 跟王处然并肩坐着 一样的身高 一样的头肩比 怎么科 同样充满性缩力的 还有张婉翼跟赵姬脉 你看他俩心热就满身自恼 张婉翼一靠近赵姬脉啊 你就能感觉到 他的身体紧绷 眼神无措 十分抵触的样子 这里呢 你可以说他是害羞 但后期这俩人啥都干过了 他还是一脸羞涩 手脚不知道怎么放 明明呢 是热恋的亲热劲 活生生地演成了 爸爸抱着女儿要哄睡的样子 更离谱的是啊 这俩也有共浴系啊 啥也不说了 四个看吧 这样吗 不够 这样吗 还是不够 哼 暧昧看不到 年糊看不到 情感你都感受不到 只有网友蜡瓶的水牛泡澡 深得我心的 其实咧 这两人的体型还是蛮搭的 奈何赵姬迈的妹妹感太重了 演这种成年人的拉扯戏 总给人一种 怯弱受欺负的错觉 让人完全磕不动啊 对比之前 云之雨 夜色尚浅的共浴戏 简直天差地别 相互试探的眼神戏 来回拉扯 从言语试探 一锦一手 再到情感流露 加上这体型差 氛围感 哎呦 怪不得那么多人 磕胜磕死啊 说起来体型差 光俊杨幂这两人 在狐妖孝红娘里 明明外形挺搭的 可杨幂眼神 一股子疲惫的般味 一看就是被 硬凑在一起的同事咯 男主受伤后 女主过来送药 表现两人 对彼此的关心时 杨幂的眼神里 全是敷衍 像只是为了 完成送药的任务 好了 这里可以说 女主对男主没感情 但两人经历过生死 升华感情 带着拉扯的时候 杨幂一个不耐烦的眼神 撇过来 好像很烦工具 一个劲地往前痛 新闻都像是 看见两根木头在接吻 尤其男主牺牲自己 保护女主 杨幂看见自己的手 穿过工具的胸膛 也只是微微地 瞪大了双眼 立马就平静 带摸下来了 在他俩这儿 你完全看不出来 感情的滋生和拉扯 精通玩过家家死的 好一对充满性缩力的同事啊 杨幂这种疲惫感 以及模式化式的演技 完全弱化掉了自己的CP 之前跟徐凯的二八定律 路透时的形体氛围感 很般配的呀 到了感情升温的暧昧戏 徐凯没料的身材 杨幂疲惫的状态 莫名其妙的肢体设计 哪个好人家CP 能营造出来 偷不了模特的感觉 比杨幂更致命的是 罗云西 受到比女演员 还担保 亲密戏一看一个不知声 长约近明 甜蜜牵手 更像是好姐妹 手拉手 亲吻戏 罗云西好像是用尽全力 身体却无能为力的感觉 关键呢 这两人的吻戏贼多 从现代性新的古装 就没一个是好看的 罗云西跟白露的亲密戏 有一种比美 比镜头 比谁更用力的错觉 没有的 没有的 没CP感 粉丝还怪白露的股价太大 严心记 送一股价够小了吗 看看这两人亲密的时候 罗云西又又像是被保护的那一个 哎 只能说 偶像剧CP感可以没有 但不能太说了 不然剧情再好也冲不起来呀 每次看他们硬在那亲人 眼睛真的好受伤 你越来越来越好家 你也冩解了那些